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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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司德州仪器 担任高级工程师 参加过美 国空军语音和成器的研究在核心部门里 干了二十年不夸张的说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张乳丁都是一个国防级人物在美国 奋斗了多年之后 张乳丁时常想要回来 因为他的父亲 总是提醒他载过外 现在多长也没用回大陆建厂 才是你应该做的 于是 1995年张乳丁第一次回到大陆 当时下逢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紧张 一度搞出了太海危机 而张乳丁还是台湾的户籍 所以他在大陆投资建厂 受到了很多干扰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先搬回台湾 1997年 张乳丁在台湾创立了四大半导体 因为他有着多年的经验 所以他带领了第一座芯片 加工厂就发展得非常快 成立短短三年 就实现了领域市值 达到了50亿美金 然而 因为风投太盛张乳丁 被台积电盯上了大家 应该都知道 台积电是半导体业的知名企 也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工厂 拥有全球最顶尖的芯片制造设备 全世界69%的芯片 都是在台积电生产的 在芯片制造行业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张乳丁建厂之后发展 他好刺销比掌台积电的义务 就相应减少了张乳丁 是大半导体的崛起台积电创始人 张中谋看在眼里张中谋 非常忌惮张乳丁于是 他私下联系是大半导体的最大股东 以50亿美金的价格 绕过张乳丁全资收购了世大 半导体把刚有点成绩的世大半导体 扼杀在了摇篮里没办法 在台湾创业受组张乳丁 只能又辗转回到大陆当时的世大半导体 虽然被台积电收购了 但是张乳丁在世大半导体 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公司里 大多数的芯片工程师 都是张乳丁一手交出 来得得知张乳丁要回大陆的消息 300余名芯片工程师 自愿报信现场的工作 跟随张乳丁回大陆创业 而又因为他的业界广为人知 他回大陆创业的消息 刚一闯开就吸引了近100亿 人也必得投资 这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 909工程最开始的投入 也就是10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张乳丁的回国 直接带回了第二个909工程 100亿人民币 300名芯片工程师万事俱备 只等开工2000年4月 在上海中芯国际就此诞生 大家都知道 在一些间端科技上 美国对咱们是风际的东西 设备都不卖给咱半导体上的设备限制 是最严重的美国人 出口中国的设备往往要比 最先进的设备晚两代以上 但是张乳丁就凭借自己在美国的人买 找到了美国五家将 会组织为他做担保保证中心的芯片技术 不会用于军事用途 成功拿到了设备出口时 可有了至关重要的设备 和人才中心国际得以迅速成长 让中国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新 片制造技术短短三年时间 中心国际就发展成了 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工厂市场占有率 达全球的6%每年的营收增长率 达到了6.3倍这样的增长速度 在半导体行业中文所谓 文不夸张的说中心国际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过不了几年 很可能就会威胁到台积电在芯片领域的 地位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台湾又开始搞出了当时的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是陈水片他奉行台独长 策退出了所谓的四要级台湾要独立 台湾要证明台湾要新鲜 台湾要发展甚至公开申请加入联合国在他的任期内 两岸关系濕入了低谷除了搞台独之外 陈水片看到大陆半导体的崛起 已经逐渐威胁到台积电的地位为了打压大陆半导体 陈水片政府开始向张汝京下属陈水片政府 给张汝京开出了五百万台币法单 并要求张汝京在六个月之内 从大陆撤回所有的资金和人员还威胁说 如果不招办就要取消张汝京在台湾的居留权 然而在如此威逼之下 张汝京没有后退一步 您肯不要台湾不急了 也要留在大陆继续作罢 早起台湾当局一计不成 又深一计他们想到在张汝京 提出回大陆建厂时 有三百万芯片 工程师自愿跟随张汝京回大陆 其中有上百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他们拿着台积电计 数却效率中芯国际 就凭这个事实 就可以趁机告他们侵犯商业机密 于是2003年8月中芯国际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 台积电刊准时机 向中芯国际出手一步 当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 为由将中芯国际告上了美国法庭 向中芯国际索赔11美金 这是中芯事件之前中国半导体产业最惨烈的一战当时 中芯国际每年的收入总共只有3.6亿美金 台积电这一出手就想要置中芯国际于死地 而且无论这官司呢 不能赢只要打起来 就能在漫长的打官司过程中脱门 甚至脱垮中芯国际的发展 果然漫长而又沉重的官司 使得中芯国际上下人心惶惶 特别是那些从台积电过来的芯片 工程师在重压之下 很多人选择了还未辞职中芯国际的发展 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样 下去官司还没打完 公司就要垮了2005年 中芯国际无奈之下 选择与台积电达成和解协议 这条和解协议非常屈属 首先中芯国际要赔偿台积电 总共1.75亿美金更为要命的 是台积电还要求中芯国际 必须设置一个第三方拖短账户 将自己的所有技术都存到这个账户里 或台积电自由检查 要把中芯国际的底牌 全都看光这条群入的和解协议 虽然让中芯国际勉强活了下来 但也令中芯国际所拥有的优势 但仍无存中芯 当时拥有90纳米的工艺技术 儿童时期的台积电 只有130纳米工艺技术 也就是说中芯做的芯片 本来比台积电更好 但是在这个协议之后 中芯国际的90纳米工艺技术 最终被台积电窃取更绝的是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仅仅一年之后 台积电除了反而 再次起诉中芯国际指责中芯国际 盗用台积电130纳米工艺技术 这场官司一答 就是三年中芯国际 所使用的130纳米工艺技术是从比利时威电子科技研发中心 进口的和台积电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2009年 美国加州法院正式宣判台积电胜诉 中芯国际败诉中芯国际将追 加赔偿台积电2亿美金 并且将中芯国际百分之十 股份转让给台积电这一站 中芯商到了元气张乳京终于明白 对手就是不希望他的公司能够做起来 只要他还在 中芯台积电就不会放过中芯 他想来想去 自己唯有辞职 才能保存中芯于是 在拿到判决书的第三天 张乳京主动辞职 不再担任中芯国际CEO此后 张乳京更是公开表示 以后再也不搞半导体了 金军新能人产业张乳京 作为中国芯片教父 就此 按然离场张乳京当年的离场 是中国芯片产业的重大损失 如果没有台积电的打 几乎许中芯国际 已经是能和台积电交板的行业去投了 现在 虽然中芯国际仍然是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 市场占有率达6%光是2016年 营收就达到了29亿美金 但是因为那两次的打击中芯国际的 市场占有率始终只有台 积电的10%被对手死死扼住不过 虽然张乳京离开了半导体行业 但他并没有离开大陆张乳京 继续在大陆投资离开中 先之后张乳京开始在节能当产业投资 继续为中国制造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老进福利 这在先里今年中芯事件爆发之后 张乳京一然决定再次出山继续兑现 他在2000年时的承诺 把中国半导体绕上去 推上去 做起来 5月底 他拿到了150亿人民币的投资 成立新人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以及10岁的高龄在杜P华商镇这个新成立的公司 是中国首个CM集成电路项目 这个项目的亮点就是产业集合化 什么叫产业集合化了 咱们国内有上百个芯片代工厂 但是产业规模叫小业务 也非常单一就是一个制造商 利润的大头都是外国的 而张乳京现在成立的CIDM集成电路项目将开发 设计服务 技术服务等各种业务 集合在一起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项目要让中国芯片企业 不再仅仅是代加工 而是具有研发 销售到其他业务的能力 从中芯国际到中芯多年来国外 一直拿半导体作为干扰中国的武器张乳京 自己就深受其苦几次创业 都在高歌猛进时被对手阻挠 但是数次沉重的打击都没有几款张乳京的意志 在中国先骗陷入危机的时候 他还是再次扛起了中 国半导体的大骑 尽管他已是70岁的高龄 尽管他9年前曾在失望中含了退场 尽管他里经三起三落也没有实现自己曾经的志向 但在他的心中 他或许还是当初那个怀揣着 梦想的少年愿意为了一个纯粹的梦想 付出自己的一切正如梁启超在引兵式全集中所写下的那样 十年引兵 南辆任何协参考资料 张乳京与新片产业的故事就是新说两岸风云 中兴国际与台积电文院